长期以来 为了能达到长期窃战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目的 越南方面一直在强化这些岛礁的军备 除了此次英国美国提供的五个被越南当局秘密部署火箭炮的岛礁以外 根据资料显示 早在2002年的时候 越军在南沙地区的驻守兵力就已经超过了2000人 相当于一个加强团的兵力 其中驻守兵力超过百人的岛礁有六个 具体分布为南威岛500人 洪修岛350人 南子岛200人 毕生礁150人 敦前沙洲150人 以及景洪岛150人 越南在很多南沙岛礁上的地区利用钢筋混泥土构筑防御部 建筑有被越南海军称之为钢铁炮台的独立混泥土塔形多面堡 而越军主要防御支撑点是较大的岛屿 其中南沙群岛的第三大岛 南威岛 是整个越南南海军事体系的核心 它是位于南海近乎正中央的一个位置 那么经过几十年的建设 南威岛已经成为了越南控制南海水域的一个基地 而据今年的一个最新数据显示 南威岛的填埋面积与两年前相比 已经从1.9公顷扩大到了15公顷 此外呢 岛上还有能起飞小型最近的600名小型跑道和空型雷达站 可以监视整个南海上中国海军的活动 在越南看来 南沙岛礁的面积都很小 因此如果敌军在南沙群岛进行两栖作战 难以采用大规模兵力 通常都是连排级规模 而支援舰艇编队的规模同样也很有限 因此越军主要是采取依托聚守坚固的阵地 对登陆力量进行打击 目前在越战岛礁中 有条件驻守的岛礁主要配备高频两用火炮和步兵轻型武器 在核心支撑点呢 还配合由塔克来作为机动的火力点 以此构成远中近火力配置体系 可以说 越南在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沙各岛礁的防御设施 基本上都达到了平战一体化 较大岛礁阵地化 以及较小岛礁堡垒化 此外 越南海军四驱下属的两个岸炮团 也轮替部署在南沙群岛各被侵占的岛礁上 目前呢 越军已经在南沙各岛礁部署了 三十七部对海对空雷达 一百零五门火炮 一百一十门高炮 建设了一百三十余座涌位攻势 十五座大型建筑 并且部署了三十七辆中型坦克 以及三十二辆两栖坦克等 在越南重点布防的九个岛礁中 南威岛和洪羞岛是越军在南海岛礁群防线的核心支撑点 南威岛位于南海大约正中央的位置 是南沙第三大岛 距离太平岛一百八十海里 当前越军在南威岛上修建了机场雷达站和两个码头 部署有探测距离达到五百公里的预警雷达 可以提供四十五公里地平线范围内的低空或者超低空的空景 并且在该岛部署了SA-2和SA-3防空反导系统以及高射炮 使该岛形成了远中近的立体防空火力 不仅如此 如越军在南威岛部署的轻型反潜机或直升机时 该岛可以提供五百公里内的航空反潜浪力 基本覆盖整个南沙群岛 并与越南本土基地的海空反潜圈重叠 越军所采取的方法形象来说就是小岛阵地化大岛要塞化 那么长久以来他对南威岛的经营是让他当地的攻势更加具有梯次部署的味道 而且他的火炮的配戏也更加的严密 此外越南在位于太平岛南部12海里处的洪修岛建立了仅次于南威岛的指挥中心 常年部署了军舰 而为了监视和封堵太平岛 越南占据了太平岛东北面10公里左右的两个岛礁 敦迁沙洲和博烂礁 两个岛礁互乘机角之时 根据越军射防情况 它的火炮 坦克和武装直升机在抗登陆作战时的使用原则大致时 充分发挥大口径火炮威力 与敌军水面舰艇展开远距离炮战 迫使敌军登陆部队在较远距离处下水航渡 其中越军部署的130毫米加农炮最大射程为27公里 与中国驱逐舰上装备的最大射程舰炮差不多 各种火炮形成远中近火力纵深 在不同距离上对航渡中的敌军登陆部队实施打击 以南威岛为例 越军部署的射程在16公里以上的火炮有4门 14公里以上的有21门 10公里以上的有31门 2公里以上的有48门 此外越军在必要时可能派武装直升机驻岛或随舰活动 发挥航空兵机动作战能力 越军在岛礁上有一些重火器 最大口径的莫过于射程27公里的13栋加流 最近那就是像三栖炮啊 五栖炮这样的直射火力 目的呢 就是要打破进攻方的海上两栖登陆 除了将窃战的岛礁打造成要塞式的防御阵地 越南还在探索夺岛作战能力 就在上月底 越南电视台公布了 越南军队进行岛屿登陆作战演练的画面 出动了两栖登陆舰 水上坦克 装甲车 冲锋舟等多种武器装备 由于此前 解放军在南海连续举行了两场军事演习 越南紧随其后公布夺岛演习的消息 我且认为越方选择的时间点很微妙 谢谢观看